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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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从小到大参加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 也唱了十几年的歌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最后呢我屏外貌进入了娱乐圈 后来我也参加了一个唱歌的比赛 就是一个节目跟宁静姐一块的 那时候啊 我就真的是天天睡不着 拼命地练习 重复着小时代 不是 小时后 刻苦的品质 最后凭借着哈里波特可以骑这扫帚 自由自在地飞 而我的扫帚却只能用来清理垃圾堆 通变了大江南北 以后啊 谁再说我没有代表作 我就当着他的面再唱一遍 用我的rap把他给送走 其实呢 比赛让人焦虑 还有一个是社交媒体也会让人焦虑 我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比较闲也比较空 然后晚上的时候会熬夜看网友对我的评论啊 我就是那种很贱的人你知道吗 明明有好几条特别好的评论在夸我的 我非要看那几十万条在骂我的 看了以后就很难过 难过呢 又忍不住想看 边看又边生气 就很想怼回去 能不能别骂了 都半夜三点了 上班时间骂我不好吗 带心骂人不爽吗 其实每个人心理压力大的时候 都会有自己的一种解忆 解压方式 比如说我啊 我是很喜欢看那种带货直播 你知道吗 解压 然后 我很喜欢看那种挺奇怪的带货直播 就是那种自己跟自己吵架 然后自己跟自己砍价 最后把价格砍下来 他们一开始说 原本58万 现在我砍到38万了 真的不能再低了 不能再低了 宝宝们你们说可不可以 然后我 啊 什么 88 好 那就88 小时代周崇光同款耳钉 只要88 原价58万 现在88 我肯定不开心的我跟你说 因为 我的同款只要88块 我就去后台投诉他们 我说我是陈学东 你们同款的耳钉是真的吗 有证书吗 有吗 有吗 我当然没有 但经典有机哪有证书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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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辣子很容易 唱着唱歌唱的非常地好听 我也有别的爱好 比如说 心理学 这个呢 对于解决心理问题 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现在其实可以通过别人说话 或者说一些形体的方式 我就能知道这个人心里大概有一些什么问题 比如说 李淡 你内心一定很忧愁 我劝你少喝点酒 大张伟 你看似乐观 但是烂梗不断 我劝你喝点酒 把嘴堵上 黎静 静姐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精彩 完美 对 谢谢大家 我是陈学东